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直到2001年才终于生下爱子公主 生不出皇子被传统置雇 幻象的雅子成了深宫怨妇 2003年开始暂停所有公务活动 引发日本各界质疑 这时誓言要守护她的德人 公开为妻子杠上宫内厅 即使老公相挺 雅子妃仍然不见好转 被诊断出患有适应障碍 这一疗养旧事15年 除了偶尔出访友邦 几乎足不出户 311东日本大地震 雅子妃抱病前往灾区慰问 双眼含泪 幸福灾民难得流露真情 直到2016年 名人天皇确定提前退位 雅子妃才逐渐重返目前 即使坦言没自信 一路走来有老公与女儿的陪伴 雅子皇后努力做好心理准备 扛下重责大任 但连在丈夫即位仪式 都无法列席的桎梏下 雅子往后能否活出自己的模样 仍然充满质疑 三里新闻许少真报道